紅燈路口重擊騎士 殺不住 追撞前車 五拍效應 後方騎士 閃避不及 衝撞前車 被撞的女童痛得 不斷哭喊救命 令人心碎 九歲女童被壓在車下 不斷尖叫 哭喊 一旁大人趕緊挪車救人 幸好孩子只有擦傷 沒有生命危險 原來是一家四口 爸爸載女兒 媽媽載著兒子 分別騎兩台車 從桃園到苗栗玩 疑似為注意前方耗製 及安全車距 爸爸先撞前方轎車 媽媽又追撞上來 一家四口在兒童節當天 騎車出遊 回程發生自撞車禍 女童又被母親機車重壓 但實在命大只有輕傷 母女倆送一包紮 度過最驚魂兒童節 記得今晚中午彭新 苗栗報導